新闻松本土永泉高雄报道 好另外有乡镇市长补选了 这是国民党籍的斗六市长 简明清因为会选被判 当选无效怎么办呢 又要改选时间就在8月27号 绿营提名张聪明 蓝营呢是提名谢淑雅 双方各有基层实力 那么今天蔡英文呢 还到张聪明的总部为他助选 不讳言的说这一场战役呢 就被视为是总统立委大选的前哨战 说民进党一定要赢 小英主席来到躲六帮党籍子 这边张聪明抬轿 虽然是市长补选 但不只是党主席 县长苏志芬还有立委刘建国 都来帮忙站台诚意十足 补选投票日只剩下一个多月 蔡英文千交代万交代 真的不能输 打第一张的就是他 这个前哨战 我们一定要赢 我们就起岁才能起来 这关一定要过 这关也没过 这不容易 朵六市前市长简明清 背叛当选无效 民进党派出张聪明应战 国民党党部则确定推荐 建能会总干事谢淑雅参选 谢淑雅是前国民党立委 廖福本的媳妇 曾经担任县议员跟骨坑乡长 施政跟问证经验都很丰富 双方各具优势 朵六市长博选将在8月27号投票 蓝绿阵营都相当看重这场战役 两边都希望在总统大选之前 抢得胜利契机 票量赢得第一张 三连讯料理的归临S小组 云林报道 另外一个也是要博选的乡镇市长 要来看的是原